早晨 早晨 歡迎收看信網早市有計 今天請來鷹業環球董事總經理陳炳強 Thomas和我們分析大事走勢 Thomas早晨 早晨 隔晚美股靠穩 恆子今早高開44點之後表現向好 早段可以升過百點 內地股市昨日升幅顯著 但港股跟不上 是否反映港股動力很弱? 後市其實有沒有隱憂? 首先就是內地股市遲過香港開市 港股之前有多數反彈 或多或少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昨天內地股市做得好 港股不太跟 但這個也不是非常充分的解釋 你見到美股 其實上幾個交易都算不錯 起碼都帶動了港股 但是港股的上升在反彈力上 真的比較微弱一些 根據這個看法 似乎在現階段 港股的上升力 而且確實不足夠 或者會再有多少反彈上升 也不一定 如果現時的情況 沒有什麼改變的話 每一步都是一個阻力 就不要想著上升到2200上面 去到現階段 2700、2800點左右 可能初步的阻力會出現 新地位於元朗的新盤議聯 部分新推出的單位 減幅有三四成 這個減價策略 可否幫新地達到售樓的目標 預計對盈利的影響大不大呢 當然減價 賣出來的樓盤數目 可能會比較容易 這一點是可以幫助 肯定幫助到新地賣樓的 單位數目容易達標 但是同一時間 當然那個盈利方面 難以避免受到損害 至於單一的樓盤 這樣做 或是後續有 其他的競爭對手出現的時候 都是減價 他可能也會被迫繼續減價 但是我覺得減價 在今年來說 一手樓似乎無可避免 去年年尾也有這樣的跡象 現在新地都是這樣做的話 一方面就唯有促銷 另一方面實際上 他們都看到短時間的價格 也不可以 其他人會再上升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對於地產股來說 其實是一個壞消息 賭業股今早的早段表現向好 德銀引述一份外地報章的消息 農曆年初二到年初七 博彩的收益按年增長 可以去到兩成半 最近賭業股回回不少 預計農曆年的博彩收益 是否真的會有好表現 賭業股現價值得吸納 農曆年賭業的收入增加 我覺得季節性是經常都是這樣 亦都非常正常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期待到的 但是賭業股方面 較早時候大家看到 有部份收益的收益 好像不合理上 所以賠得比較多 現在其中一份農曆年賭算不錯 今天出現一些股價上升 這一點也慢慢地 將股價放在股價內 所以我覺得在現階段的賭業股 即使是上升也好 只不過是開始反映到 即是季節性 農曆年方面的好處 若然都是這樣 而無法急速上升的話 恐怕這一潮的賭業股 可能都未擺放到它 那個環境 可以投資者的話 很短暫參與就可以 或者是暫時隱外 也是可以的策略 手機股耗派昨天急升近百分之八 今早段表現都繼續向好 這隻股份同時有電子商務的業務 那麼股價可不可以進一步看好呢 耗派最近都是投資者的寵意 股價一浪至一浪都是上升得快 升得好吸一下 雖然大家都經常看到 升得那麼快的超賣現象 但是以千萬之餘 它仍然是繼續上升的 顯示到動力是非常充沛 不過這種動力對現在的話 不然會減少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那個概念上 可以和中線 也可以考慮這個股份 但短線入市位 在現階段我覺得就比較困難一些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覺得現在4.8左右 這樣回到4.5 4.4左右 這個是比較理想的入市位 也是最近急速上升的軌道的支持水平 如果真的要止洩的話 那不是4.4元 或者上面少少的止洩的話 也不是太大的損害 仍然有的話 都可以繼續維持有主 等它將那個所謂指責位移高 暫時簡單而言 我覺得是中線我覺得看好的 但現時股價短線可能有調整的價格 暫時忍耐一下 Thomas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 今早很感謝Thomas的分析 早時有解 明早再和大家見面